再看到美国加州河滨县警方13号最新宣布 在前美国总统川普的造势地点大约800公尺处 逮捕了一位非法持有以上上堂的枪支 这位49岁的男子 而这位男子他的车辆挂的是假车牌 而且出事的记者入场证也是假的 因此被警方认为他有刺杀川普的高度嫌疑 尽管前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像美国男星金奴李维 饰演的电影主角一样受到公开悬赏 但一次想要刺杀川普的人却还是接踵而至 12号美国加州河滨县警方宣布 在川普造势会场附近再度逮捕了一名可疑男子 总统发现了几个名字 根据美国警方提供的资料 该男子名叫米勒来自拉斯维加斯 一次是右翼反政府组织主权公民运动的成员 米勒携带上堂的线弹枪 手枪与大量弹药 使用未造的记者通行证企图进入会场 在进入第二道警戒区域时 被敏锐的远警当场试破 随后遭到关押进当地看守所 米勒对于自己遭到逮捕一事大声喊冤 声称自己是川普支持者 携带枪支只是为了防身用途 从没想过要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因为缺乏足够证据 确认是否又是一起刺杀企图案件 目前米勒已经以5000美元的保释金获释 和兵县警方震撼联邦调查局 特勤局持续调查 后续将于2025年1月2日 针对此事件进行开庭审理 记者陈明俊 邓班冠综合报导